中信兄弟在下半球季的最后一战自立封王 那赛后呢 大老板孤仲亮也设宴庆功 来奖励大家封王战的精彩表现 那明天礼拜六就要开打的总冠军赛 孤仲亮当场开出了一千万元的巨额奖励 为了我们的团队的荣耀 我们的一分吧 中信兄弟全员举杯 庆祝球队拿到下半球季的冠军 18号开始就要和桃园Lamigo进行七战四胜的总冠军赛 关键的战役 精神领袖恰恰一局下半 就因为自打球受伤退场 周董周思奇身为队长当然得负其重任 而他也用两支二雷安打 帮恰恰把该打的分数打回来 因为恰哥他自打球受伤 通常大家都很紧张 他也跟你讲说要好好加油 他冰副的时候我们进去看他 他都跟我们讲说要当二分打后来 但是很棒的是大家都做大牢 第一支军起来 子弟兵从上半季垫底到下半季 最后一战如愿蜂王 大老板孤仲亮周日晚间除了设宴庆功 发出赛前就承诺的五百万元蜂王奖金 另外也加码两百万 赞许大家蜂王战的表现 针对18号开打的总冠军赛 孤仲亮也开出一千万元的巨额奖励 期许大家开心的打球 不管输赢都要开开心心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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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手感有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在处于比赛的状态 而且他这个比赛的那个张力还蛮强的 因为都在拼那个下半季的蜂王战 南美国是比较久没有比赛 有一点伸输 所以也许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吧 拿到下半球季的冠军 忠信兄弟士气正旺 而受伤退场的恰恰彭正敏也在庆功宴中途 从医院检查回来确认伤势没有大碍 球队上下都誓言总冠军赛要在五场之内解决 Lamigo夺下终植25年的年度总冠军 优电TV 金子祥台北报导